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烟玉棒滚龙福 朝霸虚才五色照 佩生归道奉池头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带着红金的卫士载宫门报小 上衣官员向天子镜上绣着翠云的皮袍 层层叠叠的宫殿如九重天门打开 一帮万国的使臣一起向着皇帝跪见朝拜 日色刚刚照临到殿堂 一帐已排列成扇形屏障 玉炉中香烟鸟鸟鸟 缭绕着天子的龙袍浮动飘忽 造朝过后 中书省的官员退到凤凰池上 用无色材质起草皇上的诏书 再读一遍 喝假设人 早朝大明宫之作 将则鸟人报小仇 上衣方进翠云求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免留 日色彩林仙掌栋 香烟玉磅滚龙符 朝霸虚才五色照 佩生归到凤池头 建设人